那么在中国 古人教小学 现在大家学习的弟子规 弟子规 就是这些东西 具体落实 落实在生活 落实在工作 落实在厨师待人介物 你都能做到了 你在行道 日常生活是行道 无论你从事哪个行业 你的工作在行道 厨师待人介物 无一不是行道 在佛教里面叫行菩萨道 真能这样做 身心健康 病不生 家庭幸福 事业顺利 社会和谐 天下太平 这个地球上 什么灾难都化解了 都没有了 多数人不懂的 还在造业 少数人觉悟了 一千个人 一千个人里头 有一个人 一万有十个人 十万 有一千个人 十万有一百个人 百万有一千个人 千分之一了 一个人行道 九百九十九个人 亮光 极少的那个功德 大家可以分享 那么在西方宗教里 他们用的方法 这个紧急关头 灾难来的时候 集体 意念来祈祷 能产随小谷 但是要知道 这指标 这不是治本 为什么呢 祈祷中断的时候 那个灾变又先前了 那要治本 用什么方法呢 教训 我们老祖宗 真有智慧 告诉后世之孙 见过军民 教学为先 相信人是教得好的 释迦牟尼佛在世 天天教学 讲经说法 一天都不中断了 从三十岁开悟 就开始教 七十九岁过世 教学整整四十九年 人是教得好的 你要不教 不教他就学坏了 那学坏的结果是什么 自己身心不健康 家庭不和谐 社会不安定 天下不太平 就学坏了 他要学习 圣衣贤的教会 圣衣贤叫什么 叫伦理 伦理是什么 伦理讲关系 人与人的关系 五能关系 佛法讲得究竟 除了人与人的关系之外 人与一切动物关系 人与花草树木的关系 植物的关系 人与山河大地的关系 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 天地鬼神 就是现在科学里面讲 不同维持空间 生物的关系 人跟整个宇宙的关系 这全是人理啊 所以讲这个 佛才讲得圆满啊 各种关系都除好了 什么事都没有了 关系的对应的时候 那就是道德 坚定自己的信心 断一切物 行一切善 那个力量是来自英国教育 所以圣人平天下 把社会变得那么好 他就这三种教育 人理 道德 古人说 信英国 天下大智之道也 不信英国 天下大乱之道也 讲得真好啊 这是社会安定 世界会 不信英国 我们请进行 我们下大乱之道 我们下大乱之道 看看 我们下大乱之道 我 我们下大乱之道 每个大乱之道 我们下大乱之道